嗨,大家好,我是有才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炒三丁的作法 来看看用到的主要食材用哪些 土豆一个,莲藕一个,五花肉一块,开始改刀 土豆莲藕去皮后,分别切成丁 把切好的土豆莲藕丁放在水中稍作浸泡冲洗备用 这一步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一是防止莲藕露汁在空气中氧化发暗 二是洗去莲藕和土豆内多余的电反 避免烹饪时糊锅不清爽 然后我们把五花肉去皮后切成丁备用 这里注意五花肉丁要切的稍微大一点 因为肉丁在扁炒时会收缩变小 我们再来准备大葱白一个 同样是切成丁备用 然后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后加入宽油 利用给宽油加热的时间 我们把土豆丁、藕丁倒入漏勺沥干水分备用 叮叮叮叮叮 大约一分钟后 油温上来了 土豆丁、藕丁也沥干水分了 把其倒入油锅开炸 推动炒烧 避免食材沉挤的同时还能使其受热均匀 大约两分钟后 食材被炸至色泽金黄时 把其捞出控油备用 锅内留底油 下入五花肉丁直接干扁 大约三十秒后 肉丁被扁至油脂一出收缩变小时 瓦出锅内多余油脂 下入浆粒蒜粒 稍扁炒一下 炒出姜蒜的香味后 下入大葱 辣椒圈圈 干辣椒 哐当哐当哐当的炒起来 炒出辣椒的鲜香后 加入老抽一丢丢调食并爆出酱香味 然后加入料酒少许去腥 蒜蓉辣椒酱两汤 哐当哐当哐当的炒起来 然后加入土豆丁莲果丁 烧哐当几下 开始调味 加入胡椒粉少许去腥增香 蚝油适量增加菜品的醇厚口感 一瓶鲜酱油入底味 然后哐当哐当哐当的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好丁 鱼子三餐记得按时吃饭 总结 很多新手在炒这道菜时 因为菜品汤汁较少 极易胡锅 那咋慢呢 要么矿炒快一点 要么加点水 但是加水势必会降低菜品的香味 如果你矿炒的比较慢又不加水 菜品就会有焦糊味 这就是视频操作和现实的区别 这个酱油